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今天是831 大家可能都會心情很沉重 或者會去不同的地方去紀念 或者是表達你對831一周年的憤怒 哀傷 但是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這個不單止警暴很厲害 也都有限聚令 令到他們怡婦添翼 就算在上水北區都有人去襲擊那些 紀念831警暴的 抗議831警暴的群眾 大家記住要小心 其實今早我和社民連的朋友 都有去到中聯辦那裡抗議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可以 我們會貼一條連結 大家可以看看今早那個示威的情況 很簡單 現在又是用限聚令了 是不是? 限聚令 總之你超過兩個 他就會告你 違反限聚令 今天唯一的出乎意料就是 警方說這個中聯辦說有這個內部保安的問題 就連在他門口的示威都不行 這當然是 831事件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講 當然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這個一年前的太子站的血案 我稍後再講 但以831來說 其實對於共產黨來說 真的是一個非常恥辱的日子 其實可能大家都會忘記了 這個2014年的所謂人大常委831決定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就是 如果你說暴力 我告訴你 這個就是一個制度的暴力 就是說如果你說你用暴力去傷害人 或者這個去令到人家的財產受損害 你想想有什麼暴力得過 就是他壓力十幾二十年 然後最後告訴你我說的不是 這個就是所謂制度的暴力 這個制度的暴力 當然引起了往後的那六年 其實很簡單的 這個2014年的831日 人大常委在北京私商授受 將通過了831決定 將香港人那個原本應該有的普選權 共產黨的基本法都說過 你應該有的普選權拿走了 這樣才令到香港人非常之失望和憤怒 大家都知道了 後來的事情我都不用多說 也都馬上引起了這個佔領中環 雨傘運動的79天的佔領行動 一直其實纏繞著香港人的這個問題就是 香港如果沒有普選的話 慢慢就連自由都沒有了 因為普選這個權利是每個人都想要的 如果你爭取普選的時候 這個政權是好像一個無憂子的幽靈 在那裡生氣著他 所以他一定會限制大家的自由 就好像今天香港這樣 將這個自由 將你的權利壓殺了 延遲投票就是啦 DQ候選人就是啦 不過延遲投票和DQ候選人 都是講這一屆選舉而已 2014年的這個法三一決定 就是永遠都令到香港人沒有了普選權 可能大家都忘記了的 或者不是很明白這件事情 這個也是為什麼在一年前 當民陣發起這個831遊行的時候 很多人出來走 固然是因為反送中運動裡面 大家感覺到的這個警暴 對於721元朗警黑勾結的憤怒 但是831這個日子 大家當年都覺得 對於5大訴求裡面 其中一項就是實行真普選 這個2014年的831決定 就是令到這個真普選永遠沒有了 其實大家可能都不明白為什麼會是這樣 其實曾 confronting曾經曾經都寫了下位 曾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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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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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濟過 曾經曾經曾經有關注 BC頭大的時間 曾經曾經曾經曾照應 其實這就是共產黨說謊的開始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在這個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權之後 其實對於香港的政制是有一個規定 就是用這個基本法的附件一附件 講了頭的十年是怎樣 所以一般來說 香港人在當時就不在意 你十年雖然間不是很公平 十年之後都看到一個江 在隧道那裏有江 2007年之後可能就會有一個新的制度 就是用這個普選 但是這件事 共產黨從來都沒有兌現過 也都沒有想過兌現過 就好像它在建立政權之前 在1949年就在這個政治協商會議 就說到明有一個共同綱領 跟其他的民主黨派坐在一起 孤立這個國民黨 就說如果是成立這個新中國的政府 就會有這個普選的權利寫在這裏 但是到1954年 就是所謂舉行第一屆人大的時候 這個權利就不見了 踢了出去 沒有了 這個當然是後來很多人 批評中共的時候 變了被打成這個所謂 這個反革命分子 反右啊 很多的東西都是從那裏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回香港呢 在2007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因為剛剛10年了 香港人都覺得 你那個時間表在哪裏呢 路線圖在哪裏呢 時間表的意思是什麼 路線圖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什麼時候實行普選 路線圖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那個時間表裡面實行的事情 到底是什麼內容呢 是不是真的普選呢 當時共產黨剛剛加入世民之後 他當時還沒有那麼有錢 這個態度都不會很自家 是不是 我是這樣的 只有這個棍 沒有這個蘿蔔 不會這樣吐下去 所以其實在當時那個特首叫曾蔭權 曾蔭權就曾經提交了一個報告給這個當時的人大常委 那人大常委在12月12日 曾蔭權就說 證信了香港人的意見 就說其實應該進一步實行普選的 希望這個有一個明確的方案 那12月12日加了上去 就在12月的29日 所以說人大決定就不是第一次的 他又做了一個決定 當時那個決定是什麼呢 就是一份就叫做 這份就是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0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為什麼他會針對2012年呢 因為2012年就剛剛好 是又舉行這個特首選舉 又是這個立法會換屆選舉 所以如果你說一殺人雙普選 一次過一按就搞定了 一按就按了去 這個這樣的 參權交上的報告就認了這個決定 這個決定呢 就由當年通過之後 就說不行的 在這個2012年 是不會舉行普選特首和普選這個立法會的 不過 可以根據基本法的安排 在2017年 是舉行這個特首選舉 如果2017年舉行了特首選舉之後 就是2020年 可以舉行這個 立法會的普選 兩個普選他都好像有時間表 那這個就是 鄭熙成說如果你當日通過了 在2014年 那現在就有普選了 但是鄭熙成是騙人的 你有時間表 那路線圖是不行的 就是說你準時送貨 但是那些貨是假的 我怎麼會要呢 是不是 我去買牛肉 你拿些牛屎給我 都是牛啊這樣 那你準時送貨 我不會要的 香港人就 在這個2007年 喬洋來的時候已經是抗議 我記得當日我也有份去抗議 他走了去曾蔭權那個 就是現在那個禮賓府 那裡就 在那裡不知道 談的鬼 我們去示威 我記得當日我燒車太 還被警察制止了 還說我襲警 一訪就十幾年 十三年就差不多了 我說到這裡 為什麼我要這樣說呢 就是說 其實這個2007年開始呢 就說要答應給香港人 在2017年是會有普選特首的 那當時你喜歡好 不喜歡好 因為當時也有反對的聲音 那就是這個 好像社民連和公民黨 就曾經2010年的時候 就用這個五區辭職變相公投 希望能夠表達到香港人的意見 那後來因為得不到其他民主黨派 尤其是當時主流的民主黨的支持 那大家都知道 是後來通過了一個政改方案 就是所謂的超級區議會就是這樣來的 加多五席給你 加多五席給你 但是又沒有改到那個所謂地區直選 和公民組別選舉的比例 這樣 好了 現在說回就是說 為什麼會起了波蘭呢 就是 去到這個2012年之後呢 那就一定很快就要說 你說2017年實行這個特首的普選 就是有了距離五年一定要諮詢 其實當日就找了 梁振英就找了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和現在做了人大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次元和這個律政司司長 然後袁國強就去做一個諮詢 諮詢的結果是怎樣呢 由2013年諮詢到2014年 林鄭月娥就說如果大家寫了一篇文 就說如果 如果國方不願回歸到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和 及不接受政治現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目標恐怕 會變成鏡中花水中月 他會說的什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 大家都知道 在後來這個831決定的是什麼呢 831這個人大常委決定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假貨 就是我嘛 是不是 找一個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 這個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 是小冤子產生的 那裏面要有600個提名的人 就是超過一半 才給你特首的候選人 那還用什麼選呢 就是你選過的東西 然後我才選 這個還不是一個騙局是什麼呢 其實當日的 很多人提出中間的方案 中共都不管 就是我們提出的 其實最能夠體現那個普遍選舉的精神 就是說用這個公民提名 就是說好像這個立法會 如果你拿到多少人提名 那你就可以做到候選人 那大家在這個普及而平等的投票裡面決定 但是這個 這個共產黨不肯 當然 這個建制派裡面要保持它 那個控制特首選舉 還有在2020年那裏 據說的立法會 換屆選舉的普選 都是有工人團體在那裏的 所以他們就極力反對 這個也是831的人大決定 在2014年的時候 大家很憤怒的原因 這個也是為什麼 在2013年的時候 戴耀廷發起了一個和平佔中的運動 和陳建民和朱耀明 三個是希望用這個和平的公民抗命 去爭取這個普選 令到全世界明白香港人的民意的原因 所以其實你想一想就知道 831這個人大決定 和現在人大一旦就說決定 一地兩檢是可以的 又決定這個港版國安法可以在香港實施的 有什麼分別呢 或者人大決定 更簡單 更簡單 是釋法的 因為釋法都要釋 他決定了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 共產黨用人大常委這個橡皮圖章 都不是第一次 這個也是 大家要明白為什麼 這個香港人 自從在2014年831 當共產黨和香港的 他的附庸 傀儡 是關了道門之後 其實香港 如果香港人要爭取自己的權利 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靠用這個群眾的力量 去爭取到 原本應該有自己應該有的東西 這個就是為什麼在雨傘運動 被壓制了之後 香港人的憤怒 香港人的憤怒 是繼續 在2019年 林鄭和我 反送中 條例 就一次過搞定 就出來了 是吧 所以其實 這個就是講了為什麼 在2019年的時候 就是說一年前 當831 那天來到的時候 民陣是要申請一個 遊行和集會 這個也是希望大家明白到 今天共產黨說 我們香港人是 這個挑戰國家的底線其實多餘的 人人皆有的權利 今天我們去到之後 都被警察抄牌的那些 其實和一年前的這個831比 就差得遠了 831大家都會永恥不忘 最近 大家可能都看回新聞 那些人抑述831那句恐怖 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最近看到這個 林卓廷 由原告變被告 721他重寫那個劇本 831都想的 831現在 鄧炳強就說 有人說這個 831死人 或者利用這個 是危害國家安全 我們五大訴求裡面 根本就有一項叫做 獨立調查的 獨立調查整件事 不單止是警察的暴力 這個是林鄭月娥 到今天都沒有回應過的 是不是 我們不是說 不想查 是我們說查 查了整年都沒有 現在林鄭月娥已經是 將那個所謂獨立調查 變成了一個監警 會之下的一個報告 也都 概括的東西都不能夠 概括到 涵括到全部的部分 我們怎麼深服呢 你會不會查 是否好像六四 這個屠殺 一句說沒有死過的人 或者死了23個人就算數 是不是 這個問題是 必須要回答 一個社會的公義 一個警察暴力 是令到這麼多人受傷 是必須要查清楚的 還有這個 暴數的警察的暴力 或者是這個政權 怎樣去處心積累 對付香港人 應該要查的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們說 獨立調查的原因 其實大家可能覺得 831那一天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這個就是在721之後發展出來的 因為721這個 警察縱容黑社會的暴力 我上幾集講過 我不再講了 引起了很大的公分 所以群眾的反抗 越來越大 動員的人數越來越多 衝突也越來越厲害 大家記得8月5日有一個三霸 那個衝突很大 在這個衝突之後 這個共產黨就突然間說了一些 轉變了這個內容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在7月29日 即是7218日之後 當日這個國務院 港澳辦發言人楊剛 大家都看過了 是不是經常走出來 兇傷不老 他當時說的話 就是三點意見的 第一 第一就是抵制香港激進分子的暴力違法行為 就是叫這個香港人抵制他 第二就是希望香港社會堅決守護法治 都是希望的 第三就是希望香港走出政治紛爭 認真拼經濟 7月29日 721之後 當時香港人好興 全世界都看到這個令人發指的 所謂警方縱容黑社會去行兇 831和721有什麼不同呢 831就是不用縱容黑社會 直接用警察去鎮壓 這個是不同的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當這個8月5日大三霸之後 8月6日這個楊剛就換了句話語權 話語了 就是說 他說 當前香港壓到一切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中央堅定不移支持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反對派企圖逼特首辭職 不會得逞 撐林鄭 而就是堅定不移支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 迅速將違法犯罪分子承之於法 接著他講完沒多久 張曉明和這個當時的中聯辦主任王志明 召開了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就不在香港舉行的 是在深圳舉行的 就叫做香港局勢座談會 找了什麼人去呢 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 省級政協常委 香港主要愛國愛港政團社團領袖 總共找了550人去 進一步是 講了這個張曉明就是 非常高調地支持林鄭 她說什麼呢 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 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事 百分之一百支持 支持 接著她呢 為什麼要支持呢 她就說 她上任以來秉承自不求疑 自不避難的原則積極作為 此刻又把個人名譽拋在一邊 頂住各種壓力忍辱負重 說不說完了 是不是 就是 共產黨 在這個721 用黑社會去打擊這個群眾運動 不行之後呢 轉了 就是用警隊 這個解釋了為什麼這樣 其實我上次也講過 這個818的時候大家記得的 是不是 因為在這個811 就是818之前那個禮拜 出現了這個黑警辦示威者 拘捕示威者的事件 暴露了其實可以第一 他們插裝架 第二就是會在這個群眾裡面挑撥 好了 在這個818 民陣就申請了那個集會遊行 第一次就是說 民陣的申請就是你可以集會 不可以遊行 這個是整件事的轉移 怎麼知道 就是開始用禁制集會 是令到你那個整個和平集結的遊行 是難以舉行 然後 那天就是 就是和理不分 就是這個 終於是沒有發生衝突 因為他沒有警示分 當然我就因為 這樣被這個 事後被拘捕 這個不要提他 在825也出現了一個全攜星的遊行 全攜星的遊行 初初就不讓他們集結 後來就被拘捕了 那最後就是怎樣呢 全攜星的遊行 就變成了一個衝突 很劇烈 而這個警方呢 是出現了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六名警員就舉槍 向著示威者向天開了一槍 而且出現了這個水炮車 這個遊行集會 因為一出現水炮車 一衝突的時候 要提早這個結束 和我們以後看到的東西一樣 那825 一個合法的 遊行集會 終於是因為警方 佈陣三面包叉的時候 是變成一個 衝突升級 這個拘捕了 這個36人 很多群眾就走了去其他區域 也都在黃大仙那裡 大家都記得了 就是第一次 警察衝進去黃大仙 衝進去屋苑那裡 屋邨那裡抓人 那晚大家看到 領教過了 就是說 警察已經進一步 是對於那些圍觀 旁觀的人 都會追捕 這個毆打 而去到 這個 831 就怎麼樣呢 831 因為是五周年 所以很多人出來 那831 又是 又恢復了 就是不給 這個民陣 遊行和集會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 集體的 這個公民抗美 很多人都不理 有些就在灣仔集合 有些就去到 遮打 花園那個集合 而當日 就有兩個宗教的活動 就是為香港人祈禱 驅魔 贖罪 其中呢 有一個就是在灣仔出發的 大家都知道 後來就是 黎智英和 李卓人和楊森被拘捕 因為他走上去 找林鄭月娥這個 魔鬼天主教徒 激怒了他 一定要抓你 是不是很明顯 那 後來發生了什麼呢 就是當那些群眾在灣仔和這個 就是打花園集合 會合了之後 向著這個中聯辦走 因為831那件事就是 正如我所說是 這個2014年 8月31日人大常委做的事情 大家一定會去那個抗議 但是被警察截了之後 這個隊伍就回轉 向了這個金鐘方向走 亦產生了第一次的所謂 噴藍色的水劑和腐蝕劑 當日的衝突是非常之劇烈 因為好像這個警方的策略就是 包叉將那些群眾趕向一個方向 這個831在太子站的這個事件就是這樣 就是當那些群眾去走 和那些市民 有些人是不是參加都不知道 就去到太子站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這個月台上面 出現了有些 有一個所謂藍絲的 就拿了一把錘子出來 就是吵 一吵的時候 有一位最近已經去了英國的手足 黃先生 當日他就拿了滅火筒出來 隔開兩位 然後一報警 最詭異的就是 這個速龍和防暴 下去就不是去出事那個月台 是去另一層的月台 衝進去就無差別襲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位 去了英國那位手足 當日你看到的 那條水柱就射著他 那女生就趴在他身上 就已經打到連聖龍了 是吧 這個就是無差別襲擊 如果你說 這個元朗的白衣人無差別襲擊 那警察就穿著制服無差別襲擊 那個問題就是 你看不到他是誰 你不知道他是誰 到現在都不知道他是誰 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831的血案 很明顯就是 當中共決定了要用正面 用警察的暴力去達成他的所謂止暴低亂 造成的一個驚嚇性的一個鎮壓行動 是不是 鎮壓車停了 之後大家看到很多片 覺得那個鎮壓是太過明顯了 但是誰不知原來不是的 你看看往後在這個831之後 那個警察的鎮壓是更加厲害 這個發射的這個彈藥是更加多 動用的警力是更加多 所以其實831 無論是在六年前一年前都是一個轉捏點 就是當一個政權 覺得自己涉了國 涉國者猴 是不是 涉勾者豬 就是這個道理 一個制度的暴力 這三萬多人 這個警隊就是政府制度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要明白到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有了國安法助就違約之後 其實很多遠的暴力都可能會來 你看看楊潤晃最後說的東西 要收你的教師 連有些校長都說你不理就沒事了 現在又說三權分立 是從來沒有的 所以不用教 阿哥 不是吧 那你不如不要教書 有很多事情某些地方都沒有的 是不是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那個國家如果沒有太空船的 不用說 那一堂書沒有太空船 那就太空船 那就傻了 所以大家要明白 這個831 暴望831有兩個疑議 一個就是 共產黨 扼殺香港人的普選權利 引起的反抗 另一個就是 在這個反抗最高潮的時候 共產黨是決定了 用赤裸裸的警察暴力 去鎮壓這個群眾運動 我希望大家 冒望831 繼續抗爭 五大訴求 繼續為這個目的 大家團結在一起 那 今晚如果大家是出街 的話小心點 鷹犬滿街 OK 希望大家分享這一段影片出去 如果大家是想支持社民營的 也希望大家捐款 我們會把社民營捐款的方法 告訴大家 好 那我們 在下一集再見